新北市土城当铺遭到冲锋枪扫射51枪 17岁少年这枪手大摇大摆扫射完 还慢条斯理的搭乘计程车来投案 这么夸张的行径 原来疑似跟黑帮的内讧有关联吗 警方追查这跟昨天双北市追车 连开11枪的案件有关系 两派人马嚣张犯案 也严重挑战公权力 让新北市警察局长今天下午开枪 不容黑帮挑衅 今天晚间就立刻执行大扫黑 扩大零件 小黄即使分局前停下 少年枪手带枪带弹夹下车投案 动作一气呵成 仿佛演练多变 51枪射完就投案 这和19号发生的双北11枪十分相似 同样是未成年枪手搭车沿路狂开枪 子弹散落中山板桥 事后一样也将车开到警局前投案 没伤人但就想吓唬人 原来是竹联邦两个分会在搞内斗 明人会前脚才开了13枪来警告 红人会后脚就狂扫射 五十一枪反击 双北枪身隆隆 原来就是疑似 两个分会先前合作过诈骗 但是分润桥不拢 这才互相开枪来警告 但是这样一来一往 恐怕没完没了 前晚豪车美女李生金碧辉煌大酒店 颇前人参加 成员清一色黑色西装脸带 黑帮豪职前晚半春酒 竞显气派 集团经营部分从事非法勾当 奢华到狂上媒体版面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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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派尾牙彻底惹怒警方 大力扫荡竹联邦 但现在新北右轮靶场 而这缘由有议员怪罪 都是市长想选总统 一出国治安就出包 所以侯市长你真的要落跑去选总统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侯市长拍胸脯说 他要让这个中华民国再次起飞 不过我们只看到子弹在新北市乱乱飞 我们对这种不法幻罪集团 绝对不能手软 前你压制 所以你自己要亲事要带队整个扫荡 原在新加坡的侯友宜 听闻辖区街头又有人开枪 立刻越洋指示 新北市警察局长 必须亲自带队灭黑帮 警局长廖迅城震怒 宣布二十号晚间大力扫荡 只是这帮派分子都扫了这么久 还不是枪声响个不停 扫黑成效 新北市民恐怕要证实 打个问号 这一场陈佳明藏报了